历史书上提到的地方豪强到底是什么,为何连皇帝都拿他们没办法,豪强在我国的东汉时期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,作为当时社会上的中间力量,他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实力,还拥有着大量的土地,在权力方面,他们甚至能够做到皇权不下线,从皇权不下线这简单几次中,相信大家便能初不了解到古时地方豪强的强, 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强呢?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汉豪强可以这么强呢?今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,在我国历史上,盘缓长达七百多年的地方豪强的前世今生吧,欢迎收看剧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地方豪强,我们从地方就能看出来,他们一般是指在某个地区拥有大财力,政治权利,甚至对当地还拥有一定的治理权的家族, 再,史记重记载,大富霸一郡,中富霸一县,下富霸一厢一历,而这些也正是地方豪强的体现,他们家财万贯,有的还是同图千职,负猎王者,凭借家族的权利,在相取之间可以武断是非,而势力更大的更能够影响一个郡的治理情况, 史记中还提到,寻常的郡太守也不敢轻易的得罪他们,反而是和他们狼狈为奸,共同欺压百姓,董仲书曾说过地方豪强的所作所为,负者田连千墨,贫者亡利追之地, 是了,地方豪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,那就是土地兼并,在土地兼并制度的出现之下,许多地方豪强更是加大了对土地的垄断,导致农民无自主田地,到头来还是为豪强做工, 在我国古代,豪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的时机,正是在东汉初年,彼时灵异制度被废,而武帝为了发展经济和农田,他下令将公有土地出租给出去,而这就给了地方豪强机会,他们可以趁机收购更多的土地, 他们这个中间商在以高价格,高税收出租给农民,而农民身上面临的不只是自己的温饱,还有要支付给豪强地租的经济负担, 本来西汉时期在征战之下,农业经济并不发达,流民四起,豪强则趁此机会加大了土地兼并,于是在恶循环的滋养下,反而地方豪强的势力越来越大,对于百姓就是越来越欺压, 那么地方豪强又是从什么时候就出现的呢?其实最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,当时周天子权威下降,于是在分封治下滋养的封建豪强便运营而生, 当时曾记载晋国有一戏事,他们家族不仅侵占别人的土地,甚至还抢夺别人的老婆,甚至连晋国公都知道了此事, 后来戏是家族被灭,可见这些豪强从那时候就不受待见,在秦朝年间,使皇帝的统一下,甚至到西汉初年,地方豪强都得到了控制, 也为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,倾复睡摇曳,并且加大了对地方的管控,但是在汉武帝之后,地方豪强再次冒出头来, 这些地方豪强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,他们又是怎么来的呢? 这就不得不提到古代的封建制度,西州的分封制导致各国诸侯出现,而在诸侯国发展壮大中,他们的选官制度就促进了地方豪强的形成, 在春秋时期,世青世禄制度开始出现,也就是说在天子诸侯之下的贵族,世青等等高官, 他们的爵位,职位,俸禄可以世世代代的继承下去,父亲若是死了,那么儿子继承,享有父亲的一切,这项制度直到商样变法才废除, 而正是因为这样制度存在,一个人如果他的职位能够一直传承下去,也意味着这个家族永远站在这个位置上,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这个家族在长久的发展中,也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门法士族, 在时间的推移之下,门法士族在某种程度上,就会转变为地方豪强,东汉末年查举制出现, 更是加剧了地方豪强的出现,查举制, 以在从下而上的推选官员制度,如果这个人有知识制裁,或者说拥有极高的品行, 那么他们就可以入朝为官,这在某种程度上,使底层百姓可以进入到上增社会, 但是更会出现,当地的豪强家族就会利用各种方法,将自己的子弟送进去, 从而巩固自身在当地的地位,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地方豪强的博弈, 他们在当地的威名,也很容易协助他们做成这样的事情, 循环往复之下,地方豪强只会越来越多,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, 从魏晋以来的士族,当他们发展强大的时候,就可以影响到政局, 比如我们知道的狼牙王室,陈骏谢氏,太原王室这些等等, 你可以说他们是门阀士将,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地方豪强, 这也牵扯到了,为什么皇帝都拿他们没办法, 因为这些豪强士族往往在当地扎根几百年,树打根深, 而皇帝需要的正是这些是大副阶级,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, 如果他贸然去懂这些人,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凭借自己在朝中复杂的势力, 直接扳倒皇帝,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存在的, 在我国明清之前,中央皇权集中还未达到顶峰, 这也是为什么皇帝忌惮这些豪强,却又需要他们的原因, 在西汉初年,灵异制度就是为了控制地方豪强, 要求有一定地位的豪强,必须迁往帝王陵墓附近居住, 这的确有效,可是很快就被废除, 这也代表国家其实没办法抑制这些地方豪强, 在东汉初年,刘秀曾下令要求查清人们的田地数量以及户口, 其实这是刘秀在动摇地方豪强的蛋糕, 当时地方豪强不仅拥有武装,还抢占田地, 甚至乱报数量,刘秀下令彻查, 结果遭到了全国地方豪强的反对, 地方太守和豪强勾结, 气得刘秀瞬间杀了十几个太守, 可是还是没有用, 地方豪强开始造反, 部分农民依附于他们, 也跟着造反, 最后刘秀对地方豪强只能不了了之, 说白了这些大家士族, 地方豪强门阀相深, 在当地的势力太高了, 甚至还能豢养私兵, 皇帝没办法去动他们, 因为是大夫就是一个国家大树下的恩, 因此皇帝面对地方豪强, 可以说很少有解决的办法, 其实在秦国的商样变法时期, 贵族阶级的地位就开始受到了打击, 在商样的大力改革下, 秦国的平民得以合法的拥有土地, 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, 这令秦国的粮食产量, 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暴涨, 同时商样还推出了二十等军功制, 在这套制度下, 平民也可以通过杀敌立功的这条道路, 顺利成为贵族, 实现阶级的跨越, 同时克卿制度出现, 令身为平民的读书人, 有机会成为贵族的克卿, 如果在主家有所作为的话, 便有很大的几率能够踏上仕途之路, 从而逆袭成为贵族,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, 令秦国开始迅速的强大了起来, 而贵族阶级的势力, 也在这期间, 慢慢的被崛起的平民阶级所蚕食,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, 秦始皇嬴政横扫陆河, 平定寒, 赵, 燕, 魏, 楚, 其六个国家, 一改春秋战国时期, 各国征伐混战的局面, 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王朝, 至此, 传统的奴隶制贵族体系, 土崩瓦解,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就此诞生, 而之前各国的贵族阶级, 也就彻底变成了旧贵族, 但是俗话说,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 虽然旧贵族没落了, 但是那只是相对于从前的他们, 在平民百姓眼中, 旧贵族依然是庞然大物的存在, 他们有着数代人积攒下来的经济优势, 以及遍布各地的人脉关系, 即便是在秦朝时期, 这些旧贵族依旧拥有着巨大的资本, 因此在秦始皇迎正驾崩不久后, 这些旧贵族便相继开始造反了, 他们凭借手中的大量资金, 很快便集结大批的军队, 这些旧贵族甚至不惜压上全部的身价, 只为赌一个光明的未来, 胜了便是天下共主, 败了则要一切从零开始, 但是令所有旧贵族没想到的是, 在这场秦末动乱中, 最后胜出的竟是以刘邦为核心的草台班子, 刘邦成立西汉后, 六国旧贵族的实力遭到了再一次的暴跌, 在此背景下, 为了限制这些六国旧贵族的发展, 刘邦颁布了灵异制度, 简单来说, 就是地方上的有钱人, 身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, 必须得强制搬家, 这令楚国与齐国的大量前朝贵族, 被统一迁移到了关中生活, 但是这反而将这些旧贵族们, 逼上了迈向地方豪强的这条道路, 虽然西汉开国后, 这些六国旧贵族们, 失去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, 但是还有一样, 是外界永远也夺不走的, 那便是经过无数代人积累下来的, 贵族意识, 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, 这些旧贵族即便是重新白手起家, 也要比绝大多数普通人要容易很多, 这就与支付宝的马云曾说过的, 即便是剥夺了他所有的资产, 他依旧能够东山再起这句话的道理是一样的, 那些六国旧贵族们, 他们十分了解权贵阶级的运作模式, 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国家的政策, 壮大自身的实力, 而西亥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度, 以及刘邦大力推行的查举制, 不同于科举制的官员任命制度, 成为了就贵族们再次崛起的有力武器, 相比于平民百姓, 这些就贵族们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, 并且他们有着很强的经商意识, 这使得他们更加容易谋取官职以及积累财富, 于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, 一部分当年就贵族的后代, 再一次成为了社会上的中间力量, 不过此时叫他们地主更为合理一些, 因为不同于他们先辈, 是依靠天子才得到的贵族地位, 这些经过自己打拼重新崛起的就贵族后代, 他们的实力来源于手中积攒的大量土地, 电农以及卖身给他们的奴仆, 因此用地主形容他们较为恰当一些, 又经历了几十年后, 这些地主经过慢慢的发展, 手里的土地以及奴仆越来越多, 同时他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, 逐渐渗透了当地的官场, 至此地方豪强家族才逐渐诞生了, 可以看出地方豪强不是突然出现的, 而是长时间潜移默化下的产物, 这之后的历朝历代中, 地方豪强家族都是当朝天子的眼中钉, 肉中子, 但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实在太过根深蒂固, 导致王莽, 刘秀等一众掌权者, 即使采用了种种对策, 依旧没能成功将地方豪强家族给拔除, 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出现, 传统推荐制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 这对那些地方豪强家族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, 但是即便如此, 地方豪强仍是挺过了隋朝和唐朝, 直到唐末是绝大部分的地方豪强, 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